! , 这, 这, 这! 你们怎么来了? 结战地冲啊。 这么大的事儿, 我们当然要来看月娥那啦! 可惜, 来晚了! 没看到 此次修炼必定惊险万分 大道符文断烧几身 我怕是顾不上这些身外之物 交由你们保管吧 拿着 修出仙气乃九死一生的常识 多补充哪怕一分生机也是好的 好 若非追尊血液复苏 此时我定义被烧死 都有糊味了 简直是拿命在赌 来了 好 终究还是了 如此森严的法阵 完全拦不住 不是拦不住 是根本他们倒有东西闯入 你们退后 此物为激发法阵 看来外力无法化解 只能由我自己出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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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的禁忌和使用的招式 都与石号相似 没错 失去立定 石号如同在跟自己战斗 三王 又来了一个 这两个人实力都不弱于石号 联手来袭 石号一个人对付不了 我能干开架吗 别再出手 平地变数 看来还是要像上司那般叠叫 狂攻网系才行 静界相同 肉身强度相似 就连宝数也一般无二 只是要我挑战极限超越自身 可我的极限也是他们的极限 那样仍不算举胜 除非 已经突破 让两种宝树 在至尊血相助之下彼此纠缠 眼花共鸣 在尊血相助之下 以三千道火焚身武 谁也无法阻拦 这究竟是什么生灵啊 你们觉不觉得 他们身上有种沧桑古意 让人觉得面对的是一部古史 而非两头生灵 你不敢杀我们 一段大尽头 一切都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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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从何而来 难道真是埋于地下的仙谷奇缘古师 可为何他们凭空出现 又与我战力宝树相仿 不是埋于地下 应是藏于虚空 不许想了 今后的事今后再去忧虑 经此一战 我隐隐又有突破 我觉得距离那一步 已不远了 真没想到 你居然要成功了 但 有点不妙 仙气一旦误出 当一鼓作气 让它冲出 环绕真身 像这样模糊的显化 说明踏上的路过于艰难 无法走通 即便强行闯关 多半反倒会让自身 最终赢 隐落又如何 若不能凝聚仙气 何以走得更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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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在临界 弘德至尊业可护性命 要不然 成功了 这可是抱双叶的真意 先斗着气呀 真是 不可思议 七眼目 比船人更下震撼 好了 终于度过了死劫 希望顺利与完了 回头去嘴部各校人马 注意信息 抢夺各种神料当点心去 哇 又来了 偏偏是这个时候 它非有突破 可身体稍微恢复 怎么回事 还这么多 要还是像上次一样 每个实力都跟十号差不多 打车就是死局呀 就算是巅峰状态 谁能打赢一群自己呀 不行 我们得帮他 不可 之前你施加太阴神力一事 你忘了吗 现在只希望 这仙气有妙用 能挽回败局 原来这么难 这仙气一出世 并要面对血战 他要看看 究竟有几分状态 神气散了 是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怎么回事 那仙气怎么与血融合 融入了身体 你现在感觉如何 没有任何感觉 原来那些生灵 是认为你失败了 所以才退去了 太可惜了 仙气已然成形 就差一点点 也许 这不是坏事 曾有记载 有一个器材 修出仙气之后 行神几近全毁 仙气入体 剥了棋居 后来呢 后来 这棋呆虽然活了下来 但却被一位无上人物盯上 被抓去琢磨研究 最终被杀 那他后来 可曾尝试修出仙气 都这个时候 你还关心这个 他的路已经走到尽头 不能再修 你们别这么可怜地看着我 我一定还有前行之法 这些 毕竟都是外人的记载 仙气不屈 内力 也许会有什么变化 你不妨一边调养身体 恢复巅峰状态 一边再观察己身看看 嗯 仙气并被散去 而是尚需超脱 超越自我 这是 九龙大怪 灯出了神秘浮安火焰 真潜伏在我体内啊 可惜 无法调动他 当时举飞仙实时 已经进到了那朵苦惊吗 像是轮回宝树 上苍之手外的第三种无闻 但无死书生成 如见证修行路之起源 从无到有 宛若辟地开天 终有一日 我也要开场出一种全新的修行法 不同于仙古纪运 也不同于这一纪运 而是完全不同的路 决议众生 决议众生 决定超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